好 政壇焦點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上專訪節目 是談到萬里老家爭議 他瞬間是真情流露 好幾度是哽咽到說不出話來 更嚴正強調自己萬里老家的房子 絕對不是特例 拿出手帕擦眼淚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談到萬里老家違建爭議紅了眼眶 還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 剛好碰到我媽要繳房屋稅 還說這句話要繳房屋稅 他正為了這個事情在傷腦筋 所以我們家是有繳稅的 對手緊咬老家涉嫌逃漏稅 賴清德激動駁斥 說到母親更好幾度哽咽到談不下去 其實我不能夠談我媽 OK 不過我要坦白講啦就是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我媽是很堅強啦 我看不要講這一段 母子情深賴清德眼淚終究還是忍不住落下 強調礦區房子沒有一間有特權 老家爭議通通依法辦理 不是特立啦 不是我賴清德 去佔有國有地 因為我是立委的關係或是我行政院長的關係 然後去建一個豪宅 其實不是嘛 那就是在好不容易嘛 因為我們那個是幾十年住在那裡 我出生之前那個房子就存在啦 談到老家滿屋的心酸以及童年回憶 讓賴清德動了真情 我媽因為年紀也大了 想說這個房子沒有修也不行 請新北市政府去查一下 因為為什麼會說我們家沒有繳地價稅呢 我們有繳啊 請她查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查不到 再次對外澄清 韓花新北市府公平檢視 也期許礦區居住權益 不該指示政治攻防話題 這次是《純情攔機法》台北宋報道